这是我见过最嚣张的小日子 在中国的场地上对杨建平怒喷口水 直接惹怒了中华虎杨建平 冲上擂台就是一打二 那么比赛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全程 首先是小日子在擂台边挑衅中国硬汉刘文波让其上台 而刘文波也是非常硬气地走上了擂台 表示自己根本不再怕的 并且霸气地朝天吐了一口水 谁知道小日子不讲武德 冲上来就是一个肘击 将刘文波击倒之后连续用脚狂踹刘文波 场面十分的恶劣 并且在一顿输出之后直接将刘文波扔下了擂台 谁知道场下的日本教练也要掺和进来 按着刘文波的脑袋就往擂台上撞 并且对着刘文波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于是刘文波奋起反抗 一个耳光打的这个教练找不找北 并且对着教练兄很放话 丝毫不畏惧 丝毫不畏惧 next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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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人啊 直见刘文波几个巴掌打的黑衣教练狼狈不堪 整个人甚至站都站不起来 只能在地上扭动着身躯爬行 这可把台上的小日子看傻眼了 立刻冲下来台再次偷袭刘文波 教练也是立刻起身对刘文波发起进攻 于是刘文波再次陷入了被动的局势 而一旁的杨建平健壮响和两位混蛋理论一番 谁知道对方不仅听不进去 小日子更是一口水就喷在杨建平的脸上 直接是把杨建平给惹毛了 现场的观众也炸开了锅 而此时台上的小日子还在对刘文波进行折磨 疼得刘文波大喊大叫 但刘文波也十分的硬气 仍是不愿意拍手投降 裁判立刻上前要求小日子停止动手 在连续的读秒后小日子才停手 但停手后的小日子不停地用脚踹着刘文波 并且进行着言语上的侮辱 谁知道刘文波起身就给他来了一个肘击 随后一把将小日子推到擂台边上 冲上去就是一个肘击 直接把小日子给干猛逼了 随后刘文波将小日子按在边上一顿输出 打得小日子双眼翻白 晕头转向 接着一把就将其扔在擂台上 结果日本裁判在围绳边一把将刘文波放翻 两人抓住机会再次对刘文波进行二对一的拳打脚踢 就连上前阻拦的裁判都挨了两下 场面顿时就变得十分的混乱 这可让台下的杨建平看不下去了 直接就冲上了擂台 面对两个小卡拉咪 先是一个过肩摔 又是一个转身后登 不到十秒就将小日子和教练直接干怕了 于是杨建平将刘文波和裁判相继扶起 比赛继续比赛继续 此时愤怒的刘文波将小日子给拽了起来 在全场的欢呼声中连续的肘击就砸向小日子 连续打了几十下还觉得不过瘾 直接一把将小日子高举过头 向后一个炸弹摔 重重地将小日子摔翻在地 并且锁住小日子的大腿想要将其降服 在连续的独秒后小日子仍然没能起身 于是裁判宣布比赛结束 最后刘文波和杨建平拿到了比赛的胜利 让我们为中华虎杨建平的霸气之举点赞 我们为中华虎杨建平的霸气之举